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堡的外面都是水 即便用了全力 力量也被水流减弱一部分 抽离石头碰的砸在缝隙间弹出的尾巴上 那股力量不至于把尾巴砸断 但是尾巴被种种砸了一下 立即松了回去 弥勒也跟着下来 低过一根棒子 我怕他水下撑不住 挥手让他先浮上去 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大顶 顶身上血滴越来越密 流血而泣 我还是看不到强东后面的情况 借着一个大气泡换气的同时 心里就猛然感应到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处理铁棒子用力顺缝隙捅了进去 铁棒出手的时候 缝隙重燃间探出一只手 猛地抓住铁棒 那只手让我形容不出 像是烂了 又像是被泥沙壶的面膜全非 但是我能看出来 这只手上有七根手指 看到七根手指 我一下想到大头佛 脑子稍稍一吃缓 那只手上力量突然大了 拉着铁棒 带着我重重撞到墙壁上 透过缝隙 又借着大顶散发的光运 我忠然看到沙堡里面露出的一张脸 说不清楚 那到底是怎样一张脸 布满了因为潮气而生出的一层霉斑 已经面目全非 仅能看到那双死灰色的眼睛 泛出一种毫无表情的光 与此同时 沙堡里面撞击大顶的冲击依然没有停止 我用力抓着铁棒 想要躲回来 那只长着七根手指的手也在发力 来来回回躲了几下 一口气将要用劲 我迫不得已 想要松开铁棒去换气 撞击猛然勃发 已经摇摇欲坠的大顶 轰的被撞出墙洞 我还没来得及松手 那只长着七根手指的手 一下子蓬勃出难以抗拒的力量 用力以拉 我整个人连铁棒呼的被拖进了沙堡之中 沙堡内黑暗的空间没有一滴水 被拖进去的同时 我一松铁棒 脑子顿时就晕了 我说不清楚 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沙堡里面全是一根根如同行柱一样的东西 用铁锁锁着不知多少人 根本分不清楚这些被锁着的人是死了还是依然活着 时间太久远 柱子上一些被锁的人挣脱铁锁 在沙堡边缘荡来荡去 墙洞这边聚集密密麻麻一片的脸 我看到腰尾 七指 虫童 七猜这些已经见过的异象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异象 恐怖的气息压得我喘不过气 一下紧紧靠着背后的墙洞想要出去 几只獠牙猛兽从沙堡深处黑暗中一冲过来 我仿佛又一次被收进九厘密图中 数不尽的蛮人骑着洪荒野兽握着骨棒横冲直撞 距离最近的七指 拿着从我手里夺走的铁棒用力一砸 我迫不得已闪身避开 一下就被重重围困 拼着命想要折回墙洞边 但衣领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挣脱不开 一撤疾硬生生撕开外衣 两枪跑了两步 事情已经了然 这座水底沙堡里 困着的都是跟圣玉有密切瓜葛的人 不知道被困了多久 红颜老师就是想把这些人给放出去 整个沙堡里面弥漫着阴森野蛮又血腥恐怖的气息 一旦让沙堡里面的东西脱困到了河滩上 立即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 我绝不是沙堡里面任何一个人对手 实力相差太多了 深陷重围 连脱身的余地都没有 一群死气沉沉的人围住我 外面一些地面飞快地爬洞 拖着没有离声的锁链 滑滑地坐下 想要涌上墙洞 破墙而出 歪在沙堡墙外的大顶一晃 顶口内向猛然又堵住洞口 我很怀疑被困在沙堡里这些人是圣域人的仙辈 他们身上那种蛮荒气息比大头佛那种人要浓重得多 大顶重新堵住洞口的一瞬间 顶身已经哗哗的流血 黑乎乎的洞口啪的掉落出一条沾满鲜血的手臂 酒顶是用羽翁的血肉铸造的 那条沾满鲜血的手臂已滚落出来 周围一片凶蛮的人像是被震慑住 顿时停下攻杀 那些爬在地上的肢体不全地 立即拖着锁链连连后退 胳膊从顶中滚落的同时 身体其他残缺部分也是滚滚而落 整片沙堡里立即乱成一团 蛮兽的嘶吼连成一片 但是羽王毕竟已经死去很多很多年 周围那些蛮人被大顶的余威震惑了一下 随后又渐渐骚乱 几个最强重的人骑着蛮兽蠢蠢欲动 向这边逼来 一只蛮兽终于按捺不住 四体腾空一口气冲了过来 这不是我能阻拦的力量 就在此时 从顶口滚落出的残躯 腾起一股淡淡红韵 一个拿着锄头的老浓的影子 在红韵中轰然乍现 他满头白发 连胡须都如同双染 他的衣着很普通 两条裤管卷到膝盖 脚掌和小腿护满了黄泥 他立身而起 手里锄头一动 凶猛冲到跟前的那个强壮蛮人 立即被打得横飞出去 周围其他蛮人立即纷乱开始后退 好像完全被老浓的气势所压倒了 老浓举着锄头 猛走了一步 冲着我而来 我的身子仿佛凝固在原地 一动都不能动 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近 他好像从我身子中一穿而过 我脑子顿时眩晕 同时又感觉到身体充斥一股前所未有的大力 老浓好像进了我的身 朦胧跟循环交替在眼前出现 不知不觉中 我感觉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锄头 眼前萌生着肆虐四方的洪水和猛兽 还有蛮人 我站得笔直像顶天立地一样 一步走向前方 猛然挥舞手里的锄头 锄头在开天辟地生围隆隆 里的最近的一片蛮人被扫倒 我拿着锄头势不可挡 在沙宝黑暗中连冲杀几圈 没有谁能挡住这把古老到已经锈烂的锄头 一把锄头到手就如同西年始死的羽王已经复生了 所有蛮人渐渐被逼到沙宝最深处的一角 我站在面前扫视着他们 蛮人完全迫于老农覆着我身的熏影 还有那把锄头 他们好像并未屈服 一双死气沉沉且泛着暗灰色的眼睛里 全部都是滔天的怨咒和愤恨 这是一股祸患 蛰伏在河底的祸患 如果这些人一旦冲出沙宝 除非有几个庞大那样的人出现 才能对抗 我的眼前依然是真幻从生 心里逐渐冒出一股强烈的杀念 我想把这些人全部打得灰飞烟灭 但是脑海中的杀念萌生同时 我感觉身体微微颤动一下 一种盖世的慈悲 立即笼罩心理杀念 那是一股不属于我的念头 但是时刻在影响着我 我犹豫了很久 终于慢慢地脱着锄头开始后退 我能感觉到老农夫在我身上的虚影 越来越淡 越来越渺茫 力量也在逐渐减弱 我快步走到强洞边上 流血的大顶中 萌发出一片淡淡的光 大顶的血泊精华开始流转 一股一股如同清泉 流入我的身体之中 每接受一缕铜顶的血泊 我的力量就会强大一分 但此时此刻 心里没有多少喜悦 反而是越来越沉重 大顶除非是已经没有退路 迫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吐出血泊精华 失去一尊大顶 就意味着 这条大河中隐敷的祸患 又松动了一分 大顶的血泊精华 全部流进身体 我跨出墙洞 顶身上住客的山川河月 随着顶的淡光飘动起来 一座座山 一条条江河 一片片领地 好像从顶身上飞了起来 融入了这座水底的沙堡之中 大顶上的图案 加过了沙堡 失去所有血泊的铜顶 紧紧地堵住沙堡的墙洞 整座沙堡 立即又变得烟丝和风 我低头看看 处理那把锄头的影子 依然还在 身体内骨不属于我的力量 也渐渐地在减弱 但是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可能是属于羽王的伪力 时间磨灭了太多东西 羽王的力量只剩下一分 但是却足以震慑群蛮 让一切妖魔邪罪都退避三射 水面的波动仍然没有停止 我一回头 立即看到红颜老师 还在跟石头棺材纠缠 这个来历不明的红颜老师 是罪魁祸首 我朝弥勒摆摆手 让他照顾好自己 随即拖着手里 尚未完全消失的锄头 一折身就冲了过去 我要趁身上这股羽王伪力 还在的时候 紧力诛杀这红颜老师 石头棺材 每每想要顶开盖子的时候 就被红颜老师用力砸下去 前前后后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水面上已经被这股 涌动在河底的力量 搅成一锅粥了 我拖着锄头游得飞快 红颜老师反身挡了挡 这东西具有灵智 可能觉得无法同时应付锄头和石头棺材 立即朝河面拂去 我在后头紧追不舍 没有红颜老师干扰和压制 石棺的盖子一下打开 龙须大虎的影子也随即流转在河中 双方的速度都很快 红颜老师浮出水面的一瞬 起身就想跑 我冲出水面 一锄头轮过去 打了个空 龙须大虎也冲了出来 想要拦住 红颜老师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幼稚团 чик t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